要不是这座山挡着 蜀国早就纳入咱们秦国的版图中了 是啊 气死人了 都怪这座大山 好痛啊 好痛好痛 好痛啊 什么时候才能占领蜀国呀 大王微臣有一计 真的吗 此计可帮大王夺得蜀地 快说来听听 此计是这样的 好计谋啊 要计不要计啊 他一定会忽然 他一定会忽然 这些棒子 就不放鞋了 你怎么会忽然 你怎么不放鞋 你怎么会忽然 你怎么会忽然 他忽然 听说 秦王得到了一只汇变财宝的石牛啊 你们知道吗 秦国有一只会拉金银的石牛 是 是 我也听说了 这里是数国皇宫 大王 告诉你一个惊喜 惊喜 听说 秦王要送一头会变金银珠宝的石牛给大王 送给我会变金银珠宝的石牛 那我不是成为最富有的人了 我要亲自修路 借神牛回来 大王 秦国乃虎狼之邦 无苦将如此厚礼相赠 其中必定有诈 爱情多虑了 我只是去把神牛接回来而已 不会有事的 大王 三思啊 这你一决 休再多远 哈哈哈哈 翻财了 累死我了 大王 龙脾又紧啊 我是不会放弃的 这是我用坏的第九把锄头了 不过 我已经移走了四分之一的山了 我一定会成功的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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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 你中计了 什么 中计了 贪小师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利益的诱惑面前 要学会保持清醒的头脑 否则就容易因为贪图一时的小力 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大家要记住哦 好